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名受害者及时被救出 其中5人更是直接坠楼自救 整个过程没有酿成不幸事故 而经过消诊人员的努力下 大伙也在早上7点21分左右被扑灭 事发时 熊熊烈火正在吞噬位于马当路 苏利亚在野花园的一座涉及14个单位的四层楼平民房 当时建筑屋内有8名受害者受困 包括一名年幼的婴儿 沙消诊局是在凌晨5点12分左右接到投报 随后马上出动9名消诊人员前往现场救火 并成功在5点443分左右控制来势汹汹的火势 受困的其中5人因为从建筑屋跳下自救后导致受伤 而另外包括婴儿在内的一家三口则成功被消诊人员救出来 根据该局的初步调查 每个单位被火烧毁的程度不同 而底楼的其中一个单位被烧毁的程度最严重 达到了80% 除了建筑单位 现场有7辆摩托车也遭殃 接下来的这则新闻 商家们可要留意了 事务贸销局局长柯林波哈山表示 当局将会对肆意调高商品价格的商家采取严厉的行动 根据柯林波哈山所发布的文告 事务的农历新年统治品价格将从本月9号至16号生效 他说 伟利的商家将被援引2011年物品价格管制 及反暴力法令第21条文下或开出通知信 请记得 触犯相关法令者的商家会被采取严厉行动 伟利商家可在2011年物品价格管制 及反暴力法令下被采取行动 联邦卫生部的脚步允许出国工作访问的部长回国时 仅观察三天的举措 杀略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拿都斯里沈贵贤表示 无论是谁进入杀略都必须在酒店或隔离中心 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 沈贵贤表示 那些从国外回来者 无论是部长或者是贵宾都必须进行彼后世子检测 他说 在决定更改相关隔离措施前 杀灾难管理委员会将寻求医疗专家的意见 沈贵贤是在回应有关部长 外交访问回国时 持续观察三天的举措时 这么表示 根据该宪报 有关部长不必按照标准罪的程序 进行为期10天的隔离 而这会从本月9号起生效至8月1号 去蔓延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表示 目前已经造成6代感染 因此严重性不可忽视 同时他也不排除这个病毒 这个感染群的病毒株很可能是D614G变种病毒株 才导致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 源自于一场长屋葬礼的沙拉月巴塞感染群 卫生部已经筛减了25500人 发现确诊几率偏高 目前已经有2363人感染冠病 这也意味着病毒传染已经有一段时间 目前导致6代感染 他说 由于当时葬礼进行时 出席者没有谨慎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再加上人们在长屋群聚 才会导致今天难以控制的局面 另外 由于长屋位于偏眼地区 而且也是绿区 所以一些人生病去诊所求医时 医护人员没有意识到是冠病 这也使得诊所46名医护人员确诊 诺西山表示 卫生部担心冠病持续在内陆地区传播 因为长屋居民是属于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当局必须确保外人不能再进入长屋 欢迎回来继续带你看新闻 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后 在大年除夕前的小年夜 向人民拜个早年 祝愿各界平安健康 国家元首后 东郭阿兹沙阿米纳陛下 在大年除夕前的小年夜 贴出一张有浓浓东方美学风格的美照 还以愿意恭喜发财 向人民拜个早年 陛下在照片中身穿宝蓝色马来套装 配浅紫色印花头巾 身带珍珠项链 坐在香芸母背酸枝太师椅上 背景是花团锦处 唐边高挂一红一黄灯笼 一派过春节的喜气洋洋 元首后拥有华裔血统 每逢各族家节都会贴文同欢共庆 这次趁小年夜与人民共庆农历新年 每一年的农历新年 很多商家都会制作出感人或有趣的赫年短片 再一次唤醒大家对新年的意义 而在今年国有公司就推出了以民间故事为主的短片 名为意气 并且还别出心裁 以动画武师为主角 借此散发正能量 呼吁国人一起携手对抗新冠病毒 在这充满色彩的赫年短片中 可以看到 武师和鼓声节奏融入到了村子里 当地的生活和武师及锣鼓密不可分 但是就在某一天 村子里的鼓声突然消失了 顿时显得格外寂静 画面也从色彩转换为黑白色 这就引入疫情突然来袭 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然而聪明们并没有因此而嘴头上去 反而受到了启发 保持继续武动武师的决心来迎接新挑战 不让武师和罗鼓声消失在生活当中 国油公司这次推出了赫年短片 主要是希望借此呼吁国人 就算在疫情下迎来农历新年 而今年的新年也注定会变得不一样 但无论如何 大家应该秉持着武师的正能量 勇敢面对挑战 国油视频推出后引起网民热烈回响 至今已经累积五十六万一千多的观看人数 民众也可以透过国油公司的脸书专页 来观看这支短片 少了罗铜箔和甘丹鼓的武师武龙是怎么样的呢 有别以往由于新冠肺炎清洗马来西亚 很多热闹的庆典活动都被禁止 以往在酒店购物广场或是商店等等都能够观赏到武龙武师 今年也无例外被禁止了 根据沙灾纳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农历新年标准作业程序 武师武龙的表演被禁止 因此 沙拉越南洋武术总会主席兼总教练 南都斯里宋瑞喜表示 今年他们别无选择 只好暂停武师表演直到情况好转 他表示 虽然今年注定要度过一个安静的农历新年 但是安全还是首要的先决条件 此外 对于古镜佛赫龙师会馆主席兼教练陈志才表示 虽然今年他们收到很多武师邀约 但他却不愿意弟子去冒险表演 中文字幕提供 无可否认的 五十五龙的表演还是让人想念 我国和阿拉伯联合国大公国 同意加强合作 并致力于让经济复苏 以及变得更巩固和有弹性 外交部长拿都司理 西山目的在和阿拉伯联合 大公国外交及国际合作部长 塞阿都拉会变后 双方都同意展开合作 以便能够达到有关的目的 根据文告表示 这一次的工作访问 可以进一步推动马来西亚 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关系 让双方关系变得更巩固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是我国最大的出口据点 而且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2019年时 交易金额达到64亿3000万令吉 在这一次的工作访问中 两位部长也讨论了 在大流行后时代的 四个主要合作领域 他们分别是贸易与投资 农业与食品安全 医疗卫生与外交往来 马来西亚占据了 东南亚的卓越位置 并致力于成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进入东南亚市场的门户 感谢收看这节的热报 祝您平安健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